东源花莲慈圣公地母庙日前捐赠了240公斤白米 和一批物资给花莲施工所社服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户 同时也希望可以发挥炮砖营运效果 让更多善心人士和企业社团来关心弱势家庭 市长魏佳燕代表施工所执政感谢状 也表示会充分运用平台传递捐赠者的爱心 市长魏佳燕在社劳科长肖子卫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市的安六街的慈圣公地母庙 受到主委詹博人监察委员许章领热情迎接 并且邀请市长一行人一起参拜 祈求风调雨顺过泰民安 慈圣公主委詹博人表示 集结信众爱心把物资捐赠给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母娘的圣寿在农历10月18号完成 因为我们的总顾问以篤文博士 他有敢以企业责任 捐赠我们东源花莲直升工地母庙 300公斤的米 所以从今天这个机会 请市长来历领我们东源花莲直升工 我们做一个捐赠的仪式 然后回馈乡亲 然后来年再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继续服务大众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颁发了感谢壮 那今天也要感谢我们冯山科技 那我们的红景天 那我们这个科技公司 那也捐赠了非常多的白米 给我转借给我们地母庙 那地母庙这边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物资 民生需用的一些物资 包括产品油盐 那提供给我们食物银行 那未来也希望说 我们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到食物银行领取 那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公庙跟企业 还有我们地方性的社团 也希望在寒冬的时候都可以大家一同来赞助物资 或者是我们食爱基金 也希望说在这个寒冬后 大家都有暖暖的心意 慈顺公地母庙捐赠的白米和物资 将存放到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申请领取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